2月2号晚民族复兴党在雅加达西部举办了2024年春节联欢庆祝活动 1号副总统候选人穆海敏受邀出席活动 并表示希望印尼不再存在任何歧视华人的行为 1号总统候选人穆海敏于2月2号晚在雅加达西部出席了民族复兴党2024年春节联欢庆祝活动 穆海敏在数百名华裔民众前表示 此次春节庆祝活动表明了民族复兴党与社会各界民众不断增进和谐及兄弟情谊关系 与此同时穆海敏还希望印尼不再存在任何歧视华人的行为 中文字幕提供 民族复兴党2024年春节联欢庆祝活动委员会主席刘又中表示 非常感恩民族复兴党可以共同庆祝对印尼公民 尤其是华人社区具有重要意义的春节 尤其是华人社区具有重要意义的 来表达了希望已故的印尼第四任总统阿布杜拉赫曼瓦西德 能被认为民族英雄的愿景 众所周知 巴斯德在担任总统期间 颁布了2000年第六号总统法令 废除了1967年第14号关于华人宗教信仰与习俗限制的总统指令 使华人可以重新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 红颜开展首先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活动 美都新闻采访报道